有網民說17號 8號封舊信號水燒之後 去到荃灣陽屋街市買菜 期間是一個海鮮檔 打算買新鮮蝦 不過他留意到 店員將蝦和水 一起散散入袋的磅重 所以開聲要求對方倒了水 再重新磅過 想不到店員竟然突然疤難 不單好惡感背著樓主 更加把蝦倒進盤裡 其後還明然他賣 令樓主相當氣憤 不少網民看完帖 都同情留主 更加有街坊認出攝氏店 說也有過不愉快的經歷